整个北台湾却是势茫茫啊 可以说今年真是一个空污相随的元宵 小小的一哥台北盆地空污把台北101 把几个重要地标都吞掉了 有没有发现这么怪的天气 过完这个年越来越频繁 再在冲击的我们感官 像是应该温暖舒适的德州 像是希腊 沙哈拉沙漠都遭到了冰封 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讯号呢 今天晚上社长来告诉我们 万年前的集体杀戮有可能卷土重来吗 对 见像大家都在问 从德州的这个所谓一夕冰封啊 包括长江 长江我今天才看到新闻 去年的今天 它是洪灾啊 我们还记得洪灾吗 今年是干旱 所以气候那种巨变啊 远远超乎我们的意料 所以大家在问 这些灾难会再来临吗 因为大家想起的是一万年前的一个事件 很多人在电视上听我讲过 在一万年前 一万年前曾经在小冰河期的末期 末期地球有一次非常大的一个气候移变 那个比德州的一夕 德州我们知道它大概在二月份是九度 一般来讲去年的话是九度 今年是零下十九度 便宜二十八度 所以大家措所不及 地球史上其实这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一气 不是一气 一个小时下降四十度 下降是非常可怕的一次灾难 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 我们来讲 其实现在俄罗斯的一个气象科学 提出警告说地球的那种变化 远远要超乎我们想象 小冰河期的来临 可能会提早了一千年甚至几千年 那我们讲说一万年前发生什么事 在地球史上它是非常诡异的一个事件 我们讲说如果有地球史 最诡异的一次事件大概就是这个 一万年前我们知道小冰河期的末期 阿拉斯加这个地方 阿拉斯加你看它隔着白令海峡 就是西伯利亚嘴部 那我们知道这条线本来现在 我们这个观念很冷的一个地方 靠北极圈太冷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它这边在大概2000年左右 开始那个我们知道地球软化 那涌动成解冻 有很多那个土壤里面的东西 就跑出来了 包括我们讲的所谓巨兽混场 巨兽混场有人讲说阿拉斯加 叫西伯利亚这边 有一条巨兽的死亡地带 死亡地带 这个地方很宽的一个腰带 你说是混场的概念 对 而且都巨兽 那大概这个巨兽 因为既然有这个野兽出来 那你就可以做有机的碳磁式测定 有机的碳磁式测定就很准 那大概就来一万年前左右 一万年前 这些巨兽包括什么 我们所熟知的长毛象 包括那个所谓的美洲野牛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草泥马 羊駝 包括箭齿物 很多以前那种生物 而且以前那种动物比现在 同样同类型的东西 但是大象都比现在要大两倍 已经很大 那在一万年前的时候 那突然间 它们集体 集体在这边灭亡了 那这个涉及两个问题 怎么灭亡 这么多的野兽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灭亡 第二 长毛象是那一低温的 它可以到零下19度 还生存了 为什么它会跟美洲野牛混在一起 美洲野牛 狮子 草泥马 不对 这个是温暖的草原的一个动物 温暖草原的动物 怎么寒带动物跟温带动物 整个集中在一起 而且一起死亡 但是2010 2010你知道阿拉斯加的一个地方 出土了多少 一万多只的长毛象 这么大一批 一批 都是保存完好吗 大家好像开趴 搞到这个地方来开趴 然后突然间大家一起死亡 太诡异了 对 太诡异了 那这个又一个问题 就温带的跟那个寒带的动物 混杂在一起 第二 一起之间 全部这些动物 为什么都跑到这边来 一起死 对 第三他们的死亡方式 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死亡方式是什么 你看这个长毛象的出土 它整体好好好 保存得非常好 好像在睡觉一样 对 保存得非常好 它有两种 一种是很安详的死亡 那一种是好像被屠杀 而且这个屠杀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是 他们那个 你知道这长毛象也好 美洲虎也好 美洲狮也好 它那个皮毛都很厚 你人要去撕开根本不可能 你一定要用刀割 对 但他们死亡的身上 没有任何刀割的痕迹 没有刀割的痕迹 可是他们的尸体支离破碎 那是什么样承受多大的外力 可以把这么韧的皮毛 整个撕裂 对 有的死亡是这么恐怖的一方式 但有的死亡是这么安详的方式 但判定都是在同一个年代 同一个时间死亡 我刚刚特别讲到了 他仿佛睡觉一般 他没有意识到死亡要这样 你换句话说 这个死神的利林 触不及防 你来不及回应 他就定格在这里了 对 所以生物学家就我们这种考古证据 要去解剖 其实既然有这种完整的东西解剖 解剖这个长毛象里面 发掘这个长毛象里面的胃 胃里面含有几种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仓谱 第二个是这个风信纸 仓谱跟风信纸是什么 台湾午夜你烧艾草 里写的是烧艾草跟仓谱 仓谱是温带植物 甚至是亚热带植物 风信纸也是 阿拉斯加怎么会出一件东西 在长毛象的胃里面 这第一个 温带的东西跑到这边来 第二个 这个东西为什么经过一万年以后 他还在胃里面 表示这个长毛象 当时吃这些东西以后 在一个小时以内 瞬间急冻死亡 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你如果没有瞬间急冻的话 你这种东西在胃里面 动物的胃里面 或人的胃里面 一个小时以后 它已经消化腐烂了 它不会保留完整的这种东西 你急速冷冻 还来不及消化 胃酸还没有来不及去腐蚀它 消化它 吸收它的时候 急速冷冻 动了一万年 被我们发现了 对 而且这种急速冷冻 以气象学家来讲 科学家来分析 这种急速冷冻 要一个小时以内 等于说我吃东西下去 一个小时以内 不让它糊烂 那就是一个小时以内要急冻 那就是要一个小时以内 气候从零到零下40度 要急降40度以上 有的要讲要50度 甚至讲到60度 所以我们回国外看这个德州 德州9度 掉到19度 负28 往下掉28度 就已经是天下大事了 对 结果这个是40 50度 一个小时 而且它是一个小时 德州还不是一个小时 德州几天 你会慢慢慢慢降下来 所以那种气候的那种下降 它远远超出我们现在 科学的一个想象 那我退一万步说 今天我们讲到是北极大陆 这个冰封的 阿拉斯加道 西伯利亚北部 这一个腰带 这么冷是我们现在的认知 以前它是温带 有风性子的 这样的温带植物 换句话说 它以前没有这么冷 对 所以在一万年前 阿拉斯加跟西伯利亚 它其实是一个温带地区 它不是现在这样 整个冰血风冻的一个世界 你看这个考古出来了 在那个阿拉斯加 也找到一棵这样 在涌动城里面 找到这样一棵树 这棵树是什么 棕榈树 棕榈树不是热带的吗 对 贝利宾 泰国 你看一大堆树 棕榈树 那跑到阿拉斯加去 所以表示一万年前 这棵树 棕榈树28公尺高 很高 很粗壮 表示在那边成长已经很久了 那表示那边一定是 曾经是温带气候 也是在一夕之间 变成一个涌动的一个世界 今天晚上社长带我们来看到 一万多年前的北极 不是我们认知的北极 它不冷 它甚至是温暖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集 南极大陆 现在冰封一块 那一万年前 它历经过什么呢 对 同样在南极也是一样 我们说南极影响地球最严重 是因为南极的冰层 占了地球所有冰层 包括冰川 包括北极的冰 它占了92% 南极很大的一块冰块 那南极在我们讲说 在1513的时候 曾经出现 曾经出现一个奥特曼图尔奇的 它这个其实是在后来 后来在奥特曼图尔奇的 首都金士坦金堡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找到了 找到一个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叫南极古地图 南极古地图是1513这个 当时二图办帝国的一个海经总司令 叫皮雷雷斯画的 但皮雷雷斯画这个南极古地图的时候 他有说他参考的是金士坦金堡 一些图书馆里面 沿古留下来的地图 他把它描述 那描述也有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说 它跟现在科学家所对应的 这种南极的一种海岸线什么 包括南极的山脉 它上面有画山脉什么 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所以所言不假 也就是它当时考核的史料是正确的 但是这一张古地图 它复刻过来的这张图 提供了多少讯息在哪 对 金教授 那你就要考虑 我讲是古地图 南极洲发现是在1820 1820以前没有人知道 有南极洲这一块东西 不用说海岸线的描述 这第一个 第二个南极从6000年前一直到现在 整个冰雪轰动 你知道南极洲在旁边这个海岸线 我们讲黄厚地区 那个海岸线 它那个冰层冰块 我们讲大冰块 厚多少 1800公尺厚度 就盖成一大片冰峰 1800公尺 还是靠海 还是比较浅薄的地方 在内陆的地方 冰层封到将近一万公尺 将近一万公尺 那么厚的那种冰层 6000年这样一路把它封下来 那问题就在这边 你冰雪轰动1800公尺 你如果看到地底下 在1513年或者更早 这里有两件事情 我们没参透 1513年居然就画出了这张图 那先前是谁留下来的 因为我们182几年我们才发现 有一个南极大陆 已经都已经是冰封了 这是第一个时间的谬论 第二个就是 那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 以前这一块土地到底长什么样呢 对 所以他们讲说 这个现在是用什么 用透地雷达 现在的一些科学医器 可以去穿透整个槟城 去把这个海岸线整个完整的描述出来 把那个山脉弄出来 以前1513不可能 何况他还是说1513以前的古地图 那至少要6000年前 因为6000年前科学家说 这个冰洞城是从6000年前开始 一路到现在 那怎么可能 这么冷的地方 它有过文明吗 对 所以这问题在这 那另外有一种说 它有以前有人居住 但这个地方以前南极洲 也不是现在这样冰雪风洞 地球曾经发生过巨变 它也是一个温带的一个地方 也一个温带的地方 所以海岸线你才看得到 你才画得出来 山脉你才看得到 所以南极的这种古地图出现 它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刚才讲北极 阿拉斯加跟西伯利亚 现在讲南极洲 其实都一样 它都发生过很大的级变 尤其是北极那个 一个小时机动40度 那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真的有够冷 冷到有感 当雪线一步一步下修到800米 扬明山 拉拉山连 乌来都下雪 连马祖都下雪 当地人说这辈子第一次啊 不是讲说今年会是暖冬吗 我们给大家再看 最惨的是美国 冰封暴2度冻结这里 已经超过了90个人命葬平温 迹象单位更是预告 再冷下去可能要下起蜥蜴雨 哇 那是什么状况啊 这个过去大家都说 哎呀台湾啊 因为在亚热带甚至热带地区 不会下雪感到很遗憾 常常很多人都会跑到日本去 就是为了赏雪观雪玩雪 结果今年都不用了 留在台湾就能看到 遍地竟然到处都在降雪 但这是一折一洗一折一油 为什么 因为低温同样的它会带来损害 所以各位跟各位报告 这个今早最低温 你知道陆冬来最冷 竟然只有4.6度而已 哇平地啊 对而且是没有海拔高度状况之下 你就知道很多山区都已经降雪了 所以因此呢大家也开始讨论一件事 到底需不需要放低温价 对 因为呢台风来 大家知道该放假 但是低温同样每年每次发生 也会造成很多损害 而蒋万安呢也创下了这个台北市首例 在这个阳丁山上已经放了低温价 让学生呢至少可以待在家里面 避免家长担心 不过我们的劳动部 很多民众都在关心说 但你中央总要有个态度啊 你现在态度是什么 结果是没态度 他说没办法 你们就是看说各个学校呢大家赐自己的需求 那侯友宜呢就是说跟请教育部评估 不过劳动部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即便是如此 我们带来就看到台湾各地出现的美景 什么叫美景呢 像是以乌来来说 乌来呢有一个叫967高地的地方 结果各位你看到一片雪白世界 乌来都下雪了 那那个景色萧萧 这个意寒西 哇看起来特别的美 结果没想到呢 而且是睽違八年 你说一般喔台湾的降雪是这样子 有点雪花片片的大家就很高兴 没想到他不是有积雪喔 而且高达一公分的厚度 你看这边还有脚步喔 行经过都踩过去 所以等于说大家想说 哇台湾难得竟然看到这种景象 不只如此 包括阳明山一样 为什么要放低温价 现在就跟你讲了 0.1度 它变成是一边降着雨 一边飘着雪 就你二子坪这个地方呢 就你各位现在看画面 白茫茫一片 虽然说呢积雪不算太多 但是那个民众呢勉强稍微 自己聘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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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在旁边搭一个小雪人哦 可爱就是这样 静静性 现在状况變成是这样 但镜头呢带你回来看到宜蘭啊 这个小弟本人老家 宜蘭太平山这个地方 其实太平山降雪不稀奇 但今年特别在于说 真的是有够冷 你看哦 露面节洞 现在只有负3度C 而且我们刚刚讲 漬雪一公分都对 过来是太平山 來 直接不用客氣啦 豆酒全部一整片都是雪 而且厚度高達3公分 但這邊還是提醒一下觀眾朋友 通往你要去賞雪的時候 記得你那個車輛還是要上雪鏈 否則那個開上去非常危險 但是你看像新竹 現在不用再特別跑哪個地方了 遍地都是雪 堅持這個地方也下雪 森巴庫斯變成什麼 冰雪奇緣白雪世界 就連這個店家可是苦了店家了 我講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水打不開都沒水 裡面都算結冰了 血管結凍了 各位你看到這個 到處都是雪 你看這個手一繞就是一整片無水可用 但是你講本島就算了 現在就連外島也這樣子 就連馬祖 大家講馬祖也很少會看到這個景象 白雪紛紛大雪飛飛 就連南竿都下起了冰線 北竿整個叫什麼 壁山白茫茫整片山壁 通通都是一片雪景 真的有夠冷 冷到連烏來都下雪 今天報新聞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東森新聞團隊的氣象顧問 鄭仁森 鄭顧問好 是 是 你好 各位我們講一下 這一次這麼冷 大家一個想起就是 2016那一波的霸王寒流 這兩次的冷 有哪一些相似的地方 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沒有錯 那時候我在想 二年一流霸王寒流也是1月21號 那通常冬天的這個狀況 這次也是1月22號 這麼接近啊 非常接近 所以說冬天 其實冷就是冷在1月份 尤其是1月中下旬 那我們那時候想 大霸王級寒流 當時它在這個蒙古的高壓 它到1092百趴 那這一次是1078 所以稍微弱一點 稍微弱一點 不過整體來講 還是一個很完整的高氣壓 等於說這個可以看到 這個高壓的這個空氣 從北邊這樣子衝下來 直下台灣 那我們看到這個冷空氣 一波一波的這種包裝雲 通常寒流要出來的時候 這種包裝雲 如果看這個動態的話 也是很明顯的 包括整個東亞地區 日本 韓國 都在它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說對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強 它當然比霸王級寒流 稍微弱一點 可是實際上 還是蠻強的這個寒流 那對我們來講 所以造成很多地方 都會下雪 好 我們這一次呢 特別早上一早 最大的新聞就是 喔 馬祖下雪了 很多人當地說 一輩子沒見過 再來 烏來也下雪了 這波如果沒有那麼強 為什麼有辦法 在過去很少下的地方 照樣降下來 矮矮排雪呢 的確 這一次 之所以會下雪 因為通常 在台灣地區 都在山區會下雪 下雪的話 大概都是水氣要夠 那這一次 剛好有一個 我們看到這邊這個雲土 剛好有一個這個雷達資料 有一個華南雨帶 它在通過台灣 中北部地區 然後這個很地方 這個黃色的地方 比方這個水氣很多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烏來北邊的這個 陽明山 甚至於本來我們預期 二子坪也下雪了 二子坪 對 本來我們預期大概在 1000公尺以上 因為七星山是 1100多公尺 然後大屯山 1000 本來我們想說這個地方 可能只有山頭那邊 會下點雪 可是二子坪只有800公尺 對 所以今天氣象局 他們又把這個 雪線往下修了 修到800公尺 是 表示說水氣很充足 然後這個冷空氣 也比我們預期的 還要稍微強一點 那所以說就造成 整個北部地區 幾乎山頭 大概在1000公尺以上 800公尺以上 都在下雪 我有朋友 昨天半夜就人家 拎著保暖爐 到拉拉山去等 聽說凌晨四年 等到雪了 好 那我們就問說 如果這個 所謂的水氣夠 氣溫低 就下雪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天氣形態 要維持多久 而這一波 跟2016不太 我記得那時候 八年前是乾冷 這一次比較濕 要多久 這一次其實前半段比較濕 大概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在今天 晚上之前是比較濕的 因為它這個水氣 正在通過我們看到 它這個降雨的狀況 全台降雨的狀況 到今天累積到 中午的時候 你看北部 中北部地區都在 都非常有綠色的部分 都是在降雪的地方 甚至於在預測之前 在這個歐洲模式 就遇到這個 有降雪的這個區塊 都在我們的這個 東北角 只要它的高度 超過1500公尺都有機會 那這一次 它實際上 比它水氣更多 然後更強 所以說局部地區 包括800 二字坪啊 什麼東眼山啊 我看到很多畫面上 通通都在下雪 整個北部地區幾乎都在下雪 那溫度也非常非常的低 全台的狀況 到明天之後 明天過後 會稍微減弱 不是稍微減弱 水氣會減弱 可是冷度還是會持續 這一次的寒流 還會持續大概三天到四天 所以到禮拜四之後 才會慢慢減弱 所以說後面是屬於乾冷了 從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就屬於乾冷了 那今天是濕冷 好 顧問 這一次的冷 讓我們想起了 負北極震盪 它那個冷空氣 一波一波推下來 到底這個威力可以多大 而今天冷完之後 這幾天冷完之後 一直到過年 還有機會 再出現這樣的低溫嗎 是 負北極震盪 就是2016那個時候 產生的這個 霸王級寒流的主要原因 那負北極震盪它這一次 其實在前兩週 我們看到美國那邊 對 加拿大那邊 下非常大的雪 可以看到它的圖 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說 本來正常的狀況 正北極震盪是 這個封面這個叫做噴射氣流 把這個北極冷空氣 鎖在北極區 它像是一道圍牆 對 一道圍牆 饒不可破 通常不太會到低緯度來 可是到了這個 負北極震盪的時候 這是負北極震盪的時候 暖空氣因為現在 全球暖化的關係 所以暖空氣它往北擠壓 把這個一擠壓的過程 會把冷空氣往南擠 往南擠的話就會 漏到北美洲 漏到東亞地區 那這一次我們亞洲地區 並不算是它直接的影響 而是間接的可能影響到 一些負北極震盪的 這個殘餘空氣 當然它最主要 還是蒙古高壓產生的 這個算成的這個暖流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對我們來講 還是需要觀測 因為這是全球的問題 全世界的問題 好 剛剛提到了 東亞的負北極震盪 只是間接而已 已經動不掉了 宇軒經不來 帶我們來看到 就是整個中國大陸 變成了一隻動母雞 可以冷到什麼程度 巨像科 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如果中國的零度線 不斷地往南壓 恐怕台灣也會受到影響 如今我們確實感受到了 整個寒流的威力 但你可以看看 現在中國的零度線多誇張 它一條線劃下來 一直不斷地由北往南 現在已經到哪裡 竟然已經到廣東了 所以包括寒流 包括大風 甚至有些叫做暴雪 這種警報 三張齊發 三項齊發 為什麼三項齊發 因為代表各地 都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現在帶你來看 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浙江 坦白講 浙江這個乙世基地 恆殿非常有名 我講幾個劇 你就知道了 比如說什麼 《甄嬛傳》 《步步驚心》 都在各位一定有看過 有聽過 但他們有一個 江古傳聞 有一個都市傳說 也就是 當恆殿這個地方 只要下了暴雪 就會出現一件事情 雪一暴 劇就會暴虹 會雪來發 對 所以各位他們就說 你看 你現在看到這些名著 比如說《甄嬛傳》 《步步驚心》 這些經典的影劇畫面 當時這些雪景通通不是造景 都是在現場真的就降雪 而在今年呢 包括他們也講了 浙江恆殿這個地方呢 也確實出現了 積雪出現了降雪的狀況 所以如果想拍戲的人 是不是趁現在 趕快去搶場地 搞不好真的會爆紅 但與此同時這件事情 就沒有那麼開心 為什麼 因為在遼寧這個地方 尾度比較偏高 結果大家知道 女生最愛漂亮的 喜歡戴什麼 放大片 結果這個女生 就開始拍一個抖音說 你看 我本來要放大片 昨天晚上把它放進去 藥水把它加 結果隔天出來之後 欸欸欸 被生阿卡 被生阿卡了 看起來像什麼 百香果 還是什麼那種 水果類的東西 完全拿不出來 沒辦法 連美瞳放大片 都結冰了 但放大片呢 至少沒感覺 但這個東西 可就倒楣了 又是什麼 民眾家裡總會養魚吧 對不對 各位你看到 現在看這個 霧茫茫一片 不知道什麼 在戳著戳著 裡面有這個黃黃的東西 本來以為是芒果乾 不是啊 救命啊 他還在動欸 你看那個魚尾巴 是三尾鯨魚 現在在裡面啦 所以這樣 可是他表面結冰了 魚被裡面困住了 出不來 就生命力多麼頑強 竟然還在裡面抖動 真的很了不起 但呢 鏡頭轉到外面 好歹鯨魚是在家裡面 但這個就 不幸 為什麼 因為在東北地區呢 你看這是活生生的一隻馬 就這樣 被凍在冰天雪地裡面 而且它的重點在於哪 你看這個魚 魚要龍門 結果沒想到剛跳上水面 馬上被冰凍 而呢 你看整個所謂的河啊 冰啊 全部通通都是杜茫茫一片 你看這個馬 完全在原地 站著沒有辦法 不法動彈 不知道還有沒有生命跡象 但你就知道 像這個是已經 這個魚已經 哇 蓋到了 來 導播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你說這個黑漆烏媽的這個影子 這是一匹馬啊 對 而且可怕的 不在於說它被冰凍 可怕的在於說 你看那個積雪高度有多高 等於是說這隻馬跑著跑著 然後呢 這個冰天雪地狀況下 它被凍死了 凍死之後呢 雪還一直降 一直降 一直降 把它整個身體都覆蓋 只露出一個頭來 但與此同時呢 你看有些社區大樓 也是出現的狀況 來 各位你看到這個畫面 想說 我們看到這什麼天然奇景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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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冰窟 也不是天然奇景 這是什麼 這是樓梯間啊 因為這個風雪太大了 雨一邊下一邊結冰 結果導致你看 整個樓梯間 太可怕了 跟這個鐘乳石柱一樣 抬頭一看 我這個走路都要小心 隨時坑都會有冰掉下來 而與此同時 在山東的煙台 各位你知道海水 因為含有鹽 基本上要被冰封是很困難的 但沒有想到煙台的海邊 竟然也被冰封 而除了說煙台之外 我們把鏡頭 帶你看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叫做美國 美國出現什麼狀況 中國大陸的零路線 到了廣東 而美國這個地方 叫水牛城 巴佛羅 竟然是水 雪煙喔 不是水煙喔 雪煙 水牛城的 美式足球場 來各位 你現在要看畫面 對 本來美式足球場 大家想說 男子漢的激情熱情 烏火都在碰撞 結果沒有想到 我要看一場球賽 跟這個博命眼珠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要挖雪 自己挖 自己的座位自己挖 號碼根本就看不到 找也找不到 反正就是看到冰天雪地片 等等我問你 這次雪已經下成這麼大 覆蓋著整個球場 你是怎麼樣 這些人把雪給挖完 找個位置坐下來 球場還是照常比賽嗎 繼續看 還是要看 當然就是為了看球賽 才要挖座位 但變成就是說 你看整個場地的維護 也非常困難 而不只是如此 這個景象更為景點 看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山洞嗎 還是說 這個什麼地形地景嗎 不是 是由海浪打上來 看到鬼了 海浪打上來 結果因為太冷了 瞬間直接結冰 而這個形狀 就維持著海浪的形狀 各位你看到 你以為有人在倒冰塊嗎 不是 是在海浪在打 你看那個冷到一個 什麼程度你看看 對變成是這個打浪 變成打浪快了 好 那就是有民眾呢 還是特別外出 就畢竟沒辦法 即便冰天雪地 我還是要出門吧 就出門之後 回家發現一個狀況 這衣服你知道嗎 本來衣服是柔柔軟軟的 對 你看一下他的衣服 頂空空喔 對對對 變防彈背心了 瞬間一個衣服 就變防彈背心了 因為這個你知道 大家知道 衣服有些呢 他比較容易吸濕氣 有些可能是塑料 他就不會 當濕氣太重的時候 整件衣服 當然就會結成什麼 結成冰塊 但不只是如此 來 待會你看到下一個畫面 這個地方呢 是在位在一個車子 你說 雨萱這拿到什麼 大不了意義 這個車窗被敲破了嗎 車窗被敲破了 不是 這不是車窗 這個是結冰了 他的車窗真正在裡面 你以為那是車窗嗎 不是 是因為天氣太冷 直接形成了一個天然的冰窗 你看這個小朋友很調皮 一下兩下 我敲 我敲 欸欸欸 在敲破 好好玩 真正的這個車窗在裡面 所以你知道這個天氣有多冷 當然有些民眾 比較有冒險患難精神 像這位阿姨這位小姐 特別就把自己的頭髮弄濕之後 走出門外 結果往上一轉 你就看到 呈現這個特殊的髮型 你看 等於是說 當下是什麼形狀呢 瞬間截洞 對 只要你任何有水氣的地方 通通會變冰 而且軍翔哥你仔細看喔 還邊冒著煙喔 你看多冷 他的頭髮因為有水氣的關係 你看喔 還在冒著煙冒著煙冒著煙 哇感覺很像這個動畫人物 卡通人物火冒三丈一樣 但這個叫做好玩 有些人呢可能看到這個冰天雪地 就很生氣 為什麼 舊人呢把車子停在這個停車場裡面 結果沒想到 可能跟管理員講了兩三次說會漏水 但管理員都沒修 想說沒什麼大不了 沒想到天氣冷 滴著滴著滴著 軍翔哥就變這樣了 滴成了冰柱了 我的老天啊 整台車子呢 就這樣被摧殘殆盡 整個後面呢 變成大型冰庫 恐怕那車主來看到 想說我這樣到底是要前進後退 還是要把苦車門到底要怎麼開 完全呢苦不堪言 只能等著天氣混亂讓它融化 四天連假從現在開始 但是冷 越晚越冷 都已經邁入春天的美國 居然還籠罩在風雪之中 居然傳出了飛機玻璃 甚至被砸破 這是什麼情況 更恐怖的是 居然一顆沙哈拉沙漠的沙子 會飛到一萬公里外的中美洲 總伯來告訴我們 這預告了怎麼樣的浩劫 首先我們來看 極端氣候呢 日本人最感同身受 因為呢日本中年呢 很多地方都是大雪 大家知道北海道啊 它一年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時間 都在下風雪 那所以呢 他們就必須要長長的 清雪來開路 但老人家做不來 怎麼辦呢 哇 當地大學生很聰明 他們就辦了一個叫 殘雪大賽 他直接叫那些年輕力量的 國高中生啊 三到五人組成一隊 就像畫面當中這樣子 我每年就叫你們來 幫老人家殘雪 但是呢 其實是一個比賽 然後殘雪的話 半小時之內必須完成 完成之後怎麼樣來評分 就你殘雪的量最多 你就是冠軍 但是如果被我發現 你慘的雪那條路 卻依然又濕又滑 就必須扣分 我覺得日本人這麼做很聰明 一來呢 你化解了極端氣候 所造成北海道積雪的不變 二來也可以讓一些老人家 能夠通行無阻 但講到了暴風雪 美國最近 就是大概上個禮拜左右呢 飽受了冬季風暴之苦 而且非常嚴重 當地氣象局講 這可以說是21世紀 最嚴重的冬季風暴之一了 而且這次所侵襲的範圍是全美喔 它是依序從美國的西部一路到中西部再到東部 那它造成哪些影響 我舉例喔 比方說 以美國的這個中西部為例 像是西部到中西部為例 像是他們的內布拉斯加州 還有這個懷額明州 還有像是這個科羅拉多州跟猶他州 他們的暴風雪跟暴風 暴風的速度 我講一個數字 你聽了真的會嚇一跳 每小時五六十英里 這是什麼概念 中伯啊 它等於是九到十級強風 換算成公里 就每小時是八九十公里到一百了喔 然後它的積雪深度六十公分起跳 它出門的溫度-45度C 那我剛才說了 它是從西部一路蔓延到這個中西部 我以西部來講喔 西部的南加州 南加州就有人遇到說 我出門啊 所以突然就被冰爆砸到車 那還有人呢 則是在中西部說 他不能出門 因為他一出門 -45度C的溫度 就會讓他的皮膚著傷 然後呢 他還繼續往東蔓延 往東蔓延到美國的冰州 紐約州 那這些造成什麼 東部的州就是會影響到 航班的起降 那剛剛我講那個冰雹啊 更是讓南灣地區 這個南加州灣區的人說 我這輩子從沒見過像珍珠奶茶一樣大的冰雹啊 就這樣直接嗑嗑下來 美國人會問 為什麼在上禮拜會出現這麼極端的氣候 湯丁的氣象你講 就是因為地球氣候的變遷 那中伯我問你 美國我記得在Christmas的前後 一直到我們農曆年 一直到 都現在都春天了 對 還在零下45度 就問了 這個雪是不是下得不平均 下錯地方了呀 沒有錯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氣候亂了套的原因 那深究它真正的發生的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是因為跟南極有關 我們來看一下 南極的海冰面被他們科學人員監測到 在去年創下了歷史新低的面積 那上去年的大概從這兩年開始 大概都低於200萬平方公里 那去年大概是192萬平方公里 今年剩下191萬平方公里 我知道講這個觀眾朋友會比較沒有概念 我就直接告訴你2014年是2000萬平方公里 哇很有感耶 結果現在是十分之一啊 那就像減少了十分之九 都跑去哪了 好這個我稍微給大家科普一下 你知道南極它的海冰面跟北極不太一樣 北極是大陸包圍海洋 南極是海洋包圍大陸 換句話說南極它的這個海冰面 是可以往外發展而不受到陸地的限制 那它有個好處就是發展得很快很迅速 但也因為快跟迅速所以它會有兩個特徵 它的海冰面通常比較高 還有就是它比較薄 但比較薄到了夏天就很容易融化 那加上地球暖化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科學家提出市景 南極的海冰面從20142000萬到現在 2023的2月只有191萬 會造成世界末日 怎麼說是世界末日呢 你從科學家給它其中一條冰川 取名叫末日冰川 你就可以略虧一二 這條末日冰川呢 其實是全名叫史威之冰川 它在南極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就是它很大一塊 很大一塊就像一個天然大壩擋在那兒 形成了一個天然的屏障 讓海水 海平面不會升高 可是這個大壩 這個史威之冰川 它真的開始已經要造成 世界末日的原因 因為它漸漸的開始在融化 大壩自己都自身難保了 那大壩一旦融化消失的話 海平面就會上升 科學家預估會上升70公分 70公分科學家直接 這個講話很重的說 這會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因為海平面上升70公分 就會造成世界各國的海岸設施被破壞 那大家會說 那頂桌海岸設施被破壞 也不至於就會世界末日吧 因為科學家說他還沒說完 他說最終會上升三公尺 這不就跟明天過後 還有2012裡面描述的場景一樣 我們都被淹在水裡了耶 到時候 海平面上升三公尺 那絕對是倒灌 對 我跟君教報告 那絕對是倒灌 所以科學家講說 這個就像是一個蝴蝶效應 你只是看到南極的某個兵壩要融化 竟然就可以引發世界末日 那結果呢 這時候有一個區域的人會說 好險好險 我們好像逃過一劫 哪裡 比方說像是非洲北非 是 或者是中東地區 感覺他們好像 天高皇帝遠 對 很熱 結果科學家就說 你們也會是蝴蝶效應中的受害者之一 你知道最近兩年 他們中東跟北非 發現他們的沙塵暴變得非常的嚴重 而且嚴重到有人因為這樣子 他們的呼吸道重病甚至死亡 好 那畫面當中 你看到這些人出門都必須要戴口罩 接受呼吸道的治療 他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講的COVID-19 而是因為畫面當中 你看到灰蒙蒙的沙塵暴 但為什麼科學家說這個會跟北極的熔冰有關 因為北極一旦熔冰 它就會造成大氣環流的改變 而大氣環流改變之後 會讓本來的風變得比以往更強 那原來吹不到你北非跟中東的這些沙塵暴的沙子 現在吹得到了 可以吹得比以往更遠數千公里 所以這也就是導致北非和中東沙塵暴 在這兩年變得嚴重的原因 他們絕對想不到是跟北極的熔冰有關 就跟我剛剛講食物鏈被破壞 海豹找不到棲息地 然後這個林蝦變少 鯨魚吃不到林蝦 整個生物鏈都被破壞 竟然會跟南極的海冰面減少有關 這全部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說到了這麼細微看不到的連鎖反應 是分分秒秒就在我們的生活周遭進行 最後會帶來浩劫的結果嗎 你剛剛提到了北極 北極我覺得離我們比較近了 北極在熔冰想到的只是全球暖化嗎 北極熔冰居然也在戰火蔓延時 是 所以北極看到了極端氣候造成的影響 更看到了世界各國想在這邊做軍事的角力 尤其美國 美國最近非常的積極 他聯合了加拿大和挪威 在他們極地做了極地的訓練 代號北方打擊23 從這個顧名思義看得出來 他們就是要加強他們士兵在極地作戰的能力 是 那我們曉得美國的國民警衛隊 其實和美國的軍方實力是不相上下的 他們在這邊做訓練 主要是你在俄烏戰爭當中 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的俄羅斯人 其實他們已經算很不怕了 但他們到烏克蘭 雖然還會凍死 那就代表其實如果真的到別的國家 你遭遇到嚴寒的氣候 你很可能水土不服 Media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今天在這個地方 進行奈寒雪地訓練的 可不是什麼特戰一線的 他是國民警衛隊 對 居然跑到北極來練兵了 我認為美國這個國民警衛隊的練兵動作 看得出來他對於地面部隊的重視 而且呢 我再跟據相報告 還有一個亮點 他叫這些國民警衛隊 統統給我揹上M拐拐拐榴彈炮 進行實戰演習 為何哪個榴彈炮不揹 別要揹這個 怎麼不揹把豬卡火箭炮 原因是因為在俄烏戰爭當中 烏克蘭的軍隊對抗俄羅斯 成空擊隊他們的迷你武器 就是這款M拐拐拐榴彈炮 所以美國呢 這一次的北方打擊23 我個人覺得 其實就是做給俄羅斯人看的 不只 美國不是只有將地面部隊在北極做訓練 他甚至還加強了他在美國北極的空防能力 他將美國空軍F-35A第五代戰機 派到了北極的空軍基地 其實這個空軍基地有點老舊 他從二次世界大戰就到現在了 但美軍說沒關係 我現在把我最好的戰機派來 我還要將這個空軍基地 upgrade重修 把它修到最先進 這個空軍基地呢 還有這個F-35A現在部署的地方 是在格陵蘭島 也就是隸屬丹麥的屬地 但丹麥是美國的盟友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好了 有了地面的國民警衛隊 都能夠加入戰爭 又有了美國最先進的這個戰機 不只美軍現在 就像剛剛軍相所說的 他並不是派特首部隊過去 對啊 特首部隊呢 可是 美軍想的是 如果一旦真的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且是在北極的話 我相信不會只有俄羅斯 單方面的陣營 很可能他還會有其他國家的加盟 那美國這時候 終究還是得出入他們的精英 就是我們講的特首部隊 所以他早就想好了這一點 他雖然沒有花重金 把地面部隊 特首部隊通通敗到北極地面去 但是他就在阿拉斯加 我想阿拉斯加是美國最嚴寒 最北方的一個州 他在那裡設立了一個學校 然後他清點了 包括綠扁帽部隊 還有空特部隊 去那邊做SERI 什麼叫SERI呢 我跟各位講 SERI呢 其實就是生存躲避抵抗 還有逃脫的簡稱 各取前面一個英文字母 叫做SERI 但是他們說 還有一個美中不足 還有美中不足 都100分了 還要哪裡 缺乏物盡其用 是 他說既然我們來到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最厲害的 當地的原生民族是誰 艾斯基某人 他還招募了艾斯基某人來 成立艾斯基某偵察隊 他說如果有一天 真的世界大戰開打的話 北方打擊這個戰爭 艾斯基某人會成為 美國軍方最前線的眼睛和耳朵 這也是 我們準備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